你看 实话实说 四十九五还是漂亮 这个应该是新款的了 整个内饰都不一样 又迭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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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款呢 这是2020 我们自己上台的台车 2020 你看多漂亮 这块 咱们那个车数没有这个位置 这块没有 这个沙发 这块多了俯手 这块多了俯手 我觉得这个颜色可能 它有一点豪华感觉 有点豪华感 更适合相对年龄再长一点 这块也变了 我那个车是没有这个格的 我看看这边 你看 这块的镜子也是 然后这块也变了 德鲁克那个是两个洞的 我记得是 嗯 两个洞的 还这个现在卖多少钱 不管是我们官方说 比较三十六点八万 他这个四十五系列也分好多个系列的 对对对对 这个如果就是时间长了 这个地方容易变形 它是温度导致它变形的 嗯 是吧 对 温度导致变形的 这个您应该有贴身体会啊 它不是车的质量 就是温度 温度导致它变形的 就是夏天的高温 对对对 一冷一热就导致它变形了 我对这车是满满的感情 我那个车现在朋友拖了 我基本不拖了给朋友了 嗯 这个车就是四九五系列 应该有四九五三个系列 是吧 两个系列 然后里边的布局略不同 但是这个车整体的 我用了将近两年多的整体的有个感觉 空间很大 重量很轻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它跟别的其他的进口的话来比 保温隔热真的是很好 对 我们这辆车现在说一下三十六 好吧 这辆车我们刚到的 这个你可以看 这款有现象之处 有现象之处 嗯 现在官方说就是三十七点八万元 有现象之处 非常漂亮 是 这个有点像老款的波金吧 是吧 怎么样 我对后面还是比较了解吧 他就是把他整体的一个橱柜 就是他这一块位置 这块位置做加长了 加长了 对 然后他现在做了很多小的可以拉出来的地方 对 包括这个小的一个橱纳间 然后这个位置呢 它其实也做的一个很新鲜的设计 这个真的还很不错 特别这个位置放点酒 我觉得很棒 很舒服 很温馨 是吧 其实你说这些进口车的设计 有人就这样跟我说 说进口车和国产头 比进口车到底好在哪 好太多了 这很难说一个点好在哪 他每个点他都好 因为他整体的设计他就会很好 你就比如说像这种 像国产的车这种 他一定不会做这种圆弧的设计的 因为做圆弧的设计他就要开门 人手工是很难做的 你这进口的车我感觉的时候 就越好的车他圆弧的地方越多 因为圆弧是比较符合人的审美的 所以他的两个线条都是也是很规整的 对对对 细节 确实是细 其实是细节 但是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细节做得很好 然后还有就是这两个天窗 我当时这个位置不是特罗马送了我一个空调吗 说实话我不太建议装空调 躺着看星星多好 当然OK 如果您不在这位置上的话 您可以在这位置上 这是我们TFT的一个 不是TFT 就是从原厂预留的一个 如果这款能装空调 这款就是装空调的 他把空调给我装在这个位置了 你看你看你看 嗯 200m 400x400的一个方孔在这个位置 挺好 装这个位置就是特意 原厂预留 不要挡着车的这个 这个观景深处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